气氧局指导显示东北季风减弱 水气减少星期三之前 全台湾各地天气会比较稳定 到了星期三的晚上 东北季风增强水气增加 明显又要降温了 一直到星期六日天气才会再稳定一点点 如果要安排出游或参加花莲各项活动的民众 记得要增添衣物携带雨具 未来一周天气 周一周二东北季风减弱 水气减少气温回升 周三晚上开始 风面接近冷空气南下 水气增加 周四期东北季风明显增强 气氛强再度下滑 这一周的天气影响比较大的 大概还是从17号 因为16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的天气 可能受东北风影响比较小 然后东北风可能慢慢的减弱 但是17号的时候 另外那个高压进来 会带了一个比较多的滑南水气 所以在17号的时候 花莲这边水气就会增多 所以基本上就会开始下得比较多的一点雨 那18号19号20号21号 整个另外一个东北风就出来 所以天气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高温 大概在今明两天温度算是比较高的 然后在17号18号的时候 东北风出来的时候 温度可能会降低降一点 然后到期末20号21号的时候 可能东北风影响比较小 所以高温又升起来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低温基本上都还是维持在20 21度左右 所以早出晚归的时候 你可能观众如果早出晚归 还是注意一下保暖 然后可能还是要携带一下雨去 让自己不要被淋湿这样 东北风影响 周四水气多 周五降雨趋缓 东半部地区整体适量犹豫 日夜温差明显 到周六日 东北风减弱 水气缓减 气温回升 建议有出油安排的民众 记得施带雨具 增添衣物 记得想帮演 华林士报导